Hello大家好,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台版天堂M7月10号的更新重点 我只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魔剑式的每日签到活动 它是属于一个网页形式的签到活动 你只要每天登入网页签到领取对应日期的奖励就可以了 那有人会说我如果最后一天一次领取可不可以呢 答案是可以的 它可以补领先前没有领取的日期 你可以选择在7月30号或31号的时候 一次把前面所有的奖励都领取到哦 好,本周的第二个重点 这次的周末制作开放了加5的符石选择箱 它需要消耗200万的名誉币就可以进行制作 那制作后你可以选择任意的加5符石 如果你符石尚未毕业 然后名誉币也游刃有余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个符石选择箱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一次更新出的Summer礼物箱 它是一般伺服器的阶段性礼包 每一个阶段可以购买一次 可以考虑买前面两个200赚加200赚 这样子的话CP值算是最高的 再往后买的话 其实整体加起来就是一个2000赚的每周礼包 我觉得它的CP值就没这么高了 好了,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台版更新的三个重点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